距离quarantine开始已经差不多一个多月了 大家在家还好吗 很多人经历了人生第一次social distance 没有了下班后的灯红酒绿 没有了公司里的happy over 电视文语也因为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停播现播 小编第一次深深地意识到 群居生活对于人来讲是多么的重要 而就在上周六 美国著名歌星Lady Gaga 与global citizen合作策划了一场 One Word Together at Home现场直播音乐会 Lady Gaga通过自己的人脉 邀请到了一百多位名人和歌手参加 邀请到三位著名talk show主持人 Jimmy Fallon, Jimmy Kimmel And Stephen Colbert进行主持 并现场Facetime苹果CEO Tim Cook 和微软的Bill Gates 演唱会持续了八个多小时 在YouTube, Amazon Prime Video, Facebook 联合国网络电视等各大视频平台 同步免费直播 Lady Gaga称 举办此演唱会是为了致敬在冠状病毒前线 奋斗工作的医疗和工作人员 而这场非常特别的音乐会 筹集到了近1.28亿美元 用来抗争Cobite 19 其中7280万美元 将用于一些地方的抗疫工作 这场现场直播音乐会非常特别 可能对于所有人来说 都是Once in Life的体验 因为与以往演唱会不同 没有华丽的舞台 没有炫目的服装 也没有震撼的音效 有边露口边唱歌的 有拿一把吉他acoustic的表演的 有solo表演的 有夫妻姐妹出演的 还有band一起来表演 而断媒Charlie Pouce 起床被子还没有来得及收拾 就开始唱了 通过此演唱会 我们也可以看到明星 也努力的居家隔离 因为Sam Smith又胖了 而Taylor Swift瘦回去了 不止有歌手进行表演 很多其他文艺及体育明星 也分享了很多 一线工作人员的故事 大家用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音乐 不同的表演形式 向上亿的观看者 表达有很多有效的正能量 待在家 勤洗手 保持social distance 捐款给一线工作人员 为抗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前疫情 大家待在家里 很多人会觉得很压抑 生活失去了颜色 也有很多人的命运 因为一场疫情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目前的疫情 对大家都很难 但是 就如这场音乐会所表达的 我们共同面对 我们感恩前线工作人员的付出 我们用居家隔离和捐款 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 我们还要积极传播正能量 无论多难 一切都会过去 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 向自己和周边 传播活力与阳光 相信 我们一定可以克服这一切 而且会很快